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的环节 先请出我们的嘉宾 有要财政圈研究部的分析员 远远志希在这里 Harrie 你好 你好 先和大家看一看行指方面 升80点 报23612点 至于上证指数跌1点 报3021点 先和Harrie跟进 刚刚公布了业绩股份 有编号659的新创建 公布6月底指的全年顺利 按年升了一成 去到49亿元 每股盈利按年升9% 去到1.3的位置 末期息就升了3% 每股去到3毫4指 连同中期息 全年派息6毫半指 按年增加了8% 现在股息率去到4.6厘 要问大数方面 觉得好不好 另外要看收入方面 看到全年收入的增长 有3成2 都是来自建筑和交通上 都看到他们虽然有这么大的收入来源 但是怕不怕 看到港铁的南港都线 和官塘的沿线 即将会开通 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呢 收入会影响的 不过新创建 又不是完全 所有交通的部分 都来自巴士 你会看到 还有其他船目 又或者另外一些 所谓交通类别的範疇 所以 大家买下去新创建 有点像赛通的 买它的稳定性 当然 当中有些 例如原油成本 就会有个下降 如果你过往的半年 这样去看 你也有提及到 为什么股价这么稳定 你见盘数不是 真的漂亮得那么紧要 中间有些出售的 特别的项目 其实 大家都是 贪乎食律 都是一个稳定的 派息之算 所以 就看看 它 未来 食律 可不可以 这次出售后 由这个股价升上去 所以你会见到 走势上 会变了 只剩4厘多 之前未升的时候 5厘多 属于高息类别的股份 所以暂时来看 我看着 今天股价就有些 声微的回吐 但是 你说整体的 升轨 或者升势上 应该不是太大打击 除非 它突然间 将它的业务 转得很紧要 暂时看它的 主席 statement 或者是本身的业务发展上 应该 就不是有太大问题 不过 观众来说 你可能会比较少看这只股份 如果你说 你没有炒开 向来这只股份 都比较冷漫一点 所以 你说要吃它的股价 上升趋势 未必那么容易炒 所以大家要留意 好 看到新创建 编号659 暂时 暴在13.8 跌1% 下来 另外 也要看另一只 公布了业绩的股份 编号330的施折 看到 公布6月底全年的业绩 终于说 扭亏为盈 赚2100万元 好过预期 不过 撇除一些一次性的收入 和一些税行收益 息税前的 亏损仍然去到 5.7亿元 虽然说好过预期 现在也创了一个月的新高 最高见过 是7.16 现在 都在做7.14 升超过6% 盘数看上去 好像 OK 一般般 一般般 因为看到他说 另外 营业额的收入上 都按年 减少了8.4% 未来还说 这两年 都要省回10亿 才可以 帮报到 才可以慢慢复苏 其实复苏之路 是不是非常漫长呢 它的复苏之路 其实 就等了很久的 市场 Espirit 最大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都分析了很多次 就是品牌已经老化了 问回雪盈 转头 你都不会再进去Espirit 买东西 老实说 我都不是已经谈及 韩国的潮流的复式 我们是说 它连隔壁的Sara 都没搞定 所以 品牌上面 其实要怎么去建构 我留给管理层再慢慢去想 我们想了很多年都搞不定 整盘数来说 其实我觉得一般 因为其实收入是缩的 整个生意整盘数 你看各个地区 包括份额比较多的德国 又或者他自己 管理层觉得很失望的 亚太区 都是有个倒退的 整体转规为营 其实是有个特别的收入 刚才都有提及的 为什么股价 建盘数 就是品牌老化 又或者是 来到的 省成本的措施 是否市场很瘦落 我觉得管理层 特别是CFO提了一句 就是说他们都期望 来到之后那一年 其实是会有机会 会派息的 如果赚多一点 给市场有少少希望 如果你觉得派息 代表着整个 盘数 或者业务 应该是有个好转的 其实是在买这句话 如果只是买这句话 那些声势就相当短暂 因为你都明白 出了你的份业职 说你讲年尾 之后才会有机会 如果你乐观的情绪 真的做到的话 才有机会派息 你要留意 所以我觉得股价 上到这些高位 就不要炒了 你就再看一看 三年又三年 说了很多次 其实它的业务的发展 所以暂时来看 施折环球来说 我觉得 这个值得空间 不是真的这么高 北京都说 今天都升了6%上来 另外就看行市方面 升73点 报23603点 其实上午的时间 都有升穿过 就是说10天线 不过始终受了一些回落 最低到跌 看到是跌94点 暂时升上来 有73点的升幅 暂时是否都会比较牛皮 暂时 看看日本央行的动作 因为我现在按来按去 我按F5 日本央行的网页 按F5 按到好像iPhone 它都未出来 所以我怀疑 有些春光鸭 已经进入了 你看到期指 大概 15至20分钟前 突然扯上来 你看到为何它升73点 但是有几个因素要看 现在你去博指数的话 其实你是看不通的 因为现在说的 日本央行 我们不知道怎样 Bloomberg就出了一些数据 暂时来说 它好像扩大了少少的规模 但是 Statement 究竟它们会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黑田东宴会在下午出记者会 你又不知道他说什么 第三件事 就是说明天又有联储局的议息会议 这个因素其实是怎样去定断 我觉得大家就不要轻具妄动 特别在那个 如果你买指数方向 或在大蓝筹那些的看法上 你等到这些结果出来之后 你才部署会稳定一点 因为都已经回到23,600点 给了一两百点你吃 看下去下面风险那么多的时候 很难去量度 如果你说一切平平稳稳的话 那就有条件上去24,000 但是由于众多的不明朗因素 整四个结果的方向 我都不知道怎样的时候 我觉得暂时大家就不要 在案本身的部署上面 案兵不动会好一点 好 谢谢Harry的分析 最后跟大家看看 一些焦点股份 包括新世界发展17号 今天都将会公布业绩 暂时来说 偏远布在10个2号 而另外 今天有一只新股 雅各神科研制约 都首日挂牌 开始就布在1.58 早段高见1.66 亦都较上市价 高出近11% 暂时就布在1.59 最后看1293的保讯汽车 都恢复公众持股量 今天 伏牌之后 重创 都见过 52周的低位 去到2.2的位置 现在都见到跌3.33 报在2.81 最后看蓝筹股方面的表现 蓝筹股方面 就是个别发展的 看到汇控升3.5 中移动升5 建刊升5仙 公刊升3仙 中刊升4仙 港交所升1元 国寿升1% 友邦保险跌5仙 腾讯控股升4仙 金沙中国跌1% 上祸跌6毫 新鸿基地产升6毫 九龙仓跌2毫半 中海外升4毫半 华润置地升2毫 中海油和中石油都升4仙 中石化升7仙 昆仑能源暂时没有升跌 至于中国神华升超过1% 这一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谢谢Hiri的分析 刚才说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 我们休息一会 下午再见